我们在祷告会之前 先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再来同心祷告 我们来谈一谈 主啊 求祢赐智慧 我们要能够分辨时候 也要懂得判断 自己什么是合理的事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智慧 除了我们的眼睛要打开之外 我们要能够看得明白 多少人他们的眼睛是很明亮的 但是却不能够看出那真正的教训 许多人只能够看到眼前的 却看不到那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被若远所看到的限制 看不到更超越的 我们需要向我们的主求智慧 也就是说我们要祈求被圣灵充满 因为智慧是从主义书来的 透过圣灵 加给我们 我们现在教会 弟兄姐妹 我们大部分都领受圣灵 我们要真的了解圣灵 不只是能够让我们得到天国的凭据而已 没有错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领受圣灵 我们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 但是圣灵不只是这样子 它更是要帮助我们在今生的时候 可以得到智慧 得到能力 这个智慧就是我们可以做正确的判断 这个智慧就是让我们有超越的眼光 从今生看到来生 这个智慧也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属灵的 而不是只有看到属事的部分 没有圣灵的帮助 基本上我们很难将信仰失所到底 特别是在这个罪恶淫乱的世代里 有多少人 他们曾经在我们当中一起聚会过 但是又有多少人 他们中途就离开了 他们不觉得说 这个信仰对他们很重要 他们不觉得说 我需要永生 因为他们觉得说 我只要今生过得好就可以了 但是最终这样的看法 在我们要面临死亡的时候 其实是会很后悔的 就算有人不会后悔 其实是因为无知 因为不知道死亡之后会有什么结局 死亡是超越所有人经验的 没有人经历过死亡 死过人 他不会再回来告诉我们说 死后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很多人对死亡好像很勇敢 我不怕 反正每个人都死了 但其实那是因为无知 如果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一定会想要得到永生 那我们要了解 圣灵帮助我们 就是要看得懂 现在是什么时候 我们应该把握什么 我们想要看 我应该是从第一节 我们来读到第四节 先读 1. Saldrá una vara del tronco de Isaí, y un vástago retoñará de sus raíces. 2. Y reposará sobre él el espíritu de Jehová, espíritu de sabiduría y de inteligencia, espíritu de consejo y de poder, espíritu de conocimiento y de temor de Jehová. 3. Y le hará entender, diligente, en el temor de Jehová. No juzgará según la vista de sus ojos, ni ardirá por lo que oiga sus oídos. 4. Si no que juzgará con justicia a los pobres, y harguirá con equidad por los mansos de la tierra, y herirá la tierra con la vara de su boca y con el espíritu de sus labios, matará al impío. 你看,这里,在预告主耶稣基督,祂要赐给我们的圣灵,是怎么样的功用. Aquí nos dice, ¿cuáles son las funciones del Espíritu Santo que Dios nos va a dar? 从祂的根,生的知识,要结果时,其实就是讲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改变. La vara del tronco, Isaí, un vástago que sale de las raíces, se refiere al cambio que nos dará el Espíritu de Dios. 第二节,就是神的灵,祂是同住的灵. Y el segundo versículo nos dice que el Espíritu es un Espíritu que mora en los hombres. 主耶稣,祂是受高的,所以祂来到人间,祂是要来执行神的救赎计划. 耶稣 es el ungido que viene a realizar los planes de salvación de Dios. 祂带着血肉之体,像我们人一样. Él vino con carne y sangre, como un cualquier hombre. 那神的灵,降在祂身上. Y el Espíritu de Dios, descendió sobre él. 因为祂给我们留下榜样. Y nos dejó muchos ejemplos. 耶稣来了,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神的爱子. 要作为神的爱子,没有神的灵,是不可能的. 所以,圣灵将在耶稣的身上. 那接下去,祂就描述这个圣灵,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 这个灵,这圣灵,让我们得到智慧和聪明. 这个灵,让我们可以得到谋略和能力. 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怎么判断. 又赐给我们知识和敬畏神. 我们最后以敬畏神为乐,我们会知道说敬畏神就是最好的祝福. 那第三节,祂就说,行审判就不凭眼见,断示威也不凭耳闻. Y después,在Versiclo 3, dice que nosotros jugaremos sin la vista de los ojos. 所以,我们在分辨,我们在判断的时候,就能够更超越了. Y si que vamos juzgar realmente con justicia. 你看,第四节,它接下来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所以,就算面对贫穷的,你也不会偏袒,一定会是用神的公义,正直的来做判断的. Y si que usted juzgará con imparcialidad a la gente, sin importar su condición económica. 有人贫穷是因为懒惰. Y si que usted juzgará con imparcialidad a la gente, sin importar su condición económica. 那它当然一定是贫穷. Y seguro serán pobres. 所以,不是贫穷的人都是对的. Y si que no todos los pobres son justos. 那有时候贫穷是因为别人给它造成的. Alguno son pobre por alguna situación ajena. 懒惰是因为有人在后面来支持它. Y los perezosos reciben ayuda. 所以,如果真的懂真理的人,他絕對不会懒惰. Y si una persona que realmente conoce la verdad no será perezosos. 所以,现在要用公义判断,要审判貧穷人. Y aquí dice que juzgará con justicia a los pobres. 然后,以正直判断事上的谦卑人. Y con equidad a los mansos de la tierra. 哦,这个神的标准是不会变的. Y si que los principios de Dios no se cambian. 那这个就是今天神的灵,祂带给我们的智慧. Y esto es la sabiduría que nos dará el Espíritu de Dios. 我们不会被眼前的现象蒙蔽了. No seremos engañados por las circunstancias que se presentan. 会看到背后的动机,背后真正的实况. Y si no que veremos todos los motivos que están detrás. 那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你看,在圣经里面,历史当中,求智慧最经典的就是所罗门, 他当王之初,向神求智慧. 因为他,所罗门,他其实是,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已经知道了人物了. 他这个名字也是神给他取的。 他要成为一个和平的君。 他是成为神所爱的。 那他接替他的父亲大卫当王之后,你看,他跟神求智慧。 为了能够正确地判断神的百姓。 我们看立来之下第一章。 立来之下第一章。 第一节 では цент路。 神让神跟所罗门同在 他变得很尊大 他特别到集变的会墓那边去 要献祭感谢神 看第七节 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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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第四節 你看這裡當天晚上神跟所蒙神問他說你願我是你什麼 那第十節 所蒙門就說求你賜給我智慧聰明 那這裡這個智慧聰明 他的意思其實就是你賜給我一個我願意聆聽的心 我可以聽 智慧聰明基本上是要願意聽神的話 也就是說願意順服神才會得到的 所蒙門知道他的角色他是要來去管理神的百姓而已 真正掌權的是神 他只是被神托護這個 去帶領百姓這個非常重大的責任 這些百姓不是屬他的 所以他是被神托護的仆人而已 那他現在跟神求智慧就是求神能夠讓他有一個可以聆聽的心 他願意順服神的那種謙卑的心 然後他就可以判斷這麼多的百姓 那他的判斷就是根據神的旨意了 不是用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 所蒙門他這樣一個禱告 他祈求神就很喜悅 所以 神把他所沒有求的財富 豐富尊榮 通通也是給他 所以 所蒙門他求智慧 他就是要能夠去 執行神托護他的責任 讓他所做的能夠合乎神的旨意 我們今天需要跟神求智慧 這個智慧就是讓我們可以真的順服神 然後照真理而行 雅各書告訴我們說 我們今天如果覺得我們缺少智慧 要跟天上的神求 我們現在更重要的智慧不是這個屬世上的 不是我們在學校讀書可以讀的成績很好 我可以很容易了解數學上所寫的這些 看起來不知道什麼東西的東西 可以了解它怎麼算 我們現在求智慧是屬靈的 是從上頭來的 讓我們看見屬靈的重點 聖靈他所關心我們的部分一定是跟我們的永生有關係 所以我們看雅各書 雅各書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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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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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他让我们最后他说会改变我们 我们的心会变干净了我们可以和平跟人和睦 那我们的心会可以温良柔胜就是变可以谦卑柔和 那我们又会满有怜悯 那也可以结出善果就是可以有一个实际的行动 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就是说很公正那又很诚实 不会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 那最后会结出一个果子 结出这个公义的果子 结出圣灵的果子 其实就等于彰显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了 所以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是从圣灵给的 从主为书来的 那最后我们可以能够像主为书一样 真的知道说什么是重要的 然后知道怎么判断 然后讲出什么样的话来帮助人 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 来看一个例子 看主为书怎么判断 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像主为书这样子的 那我们的教会一定是非常的兴奋 我们绝对不会被眼前的现象所蒙蔽了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重点 看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三十八节 路加十章三十八节 这段经文我们很熟的 马达 玛利亚 她们这一对姐妹 接待主为书跟她们的门徒 那这个马达做姐姐的 很热心的接待在厨房忙碌 要准备饭食来给主为书跟她们的门徒 那是这个玛利亚 她说坐在主的脚前听道理 那这个第四十节 这个马达 她心里就乱了 你看基本上她是来跟主为书抱怨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次后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我们如果是在主为书的位置上 听到人家这样讲 我们会说什么 我们一定说对啊 玛利亚 赶快去帮助 这个不公平 也不应该 这么多 听道理 等一下再听嘛 那姐姐在那边忙了半天 这样子 你看 姐姐都已经出声音讲话了 我们当中 有谁会像主耶稣这样说 主耶稣是说 玛大 你为了许多的事情 吃力烦饶 你这样子很乱 那他跟玛大说 只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玛利亚 她选择那善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我们如果想一想看当时候的情况 当下什么事情最急 煮饭最急 因为你没有人在事后 你就当他饿肚子了 那个道理以后都会有 为什么一定要急着这十呢 十个里面一定有九个 一定说 赶快玛利亚 赶快去工作吧 但是主耶稣就不一样了 主耶稣的智慧在哪里呈现 他不是被眼前的这个现象限制的 祂是看到更有价值的选择 没有错啊 道理是可以以后听没有错 但是什么时候主耶稣还会来到她的家里 玛利亚 她选择最好的 主耶稣说 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也就是说 这一件不可以少 其他的没有无所谓 不是这样子吗 只有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 其他没有无所谓 那他选择的又是别人躲不走了 我们这里看到玛利亚的智慧 她知道什么是最重要 最有价值 她选择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好好的听道理 那主耶稣也看到玛利亚她的智慧 所以他面对玛利亚的抱怨的时候 他就把玛利亚的注意力把它转移出去了 就是让玛利亚了解她所失去的部分是什么 这个就是主耶稣她超越的眼光 因为这一个部分 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家 这一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 这个神的道理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对主耶稣来说 服事的事情 吃饭慢一点 差一点 这个都无所谓 对玛利亚来说 最重要其实就是抓住这个机会 听主耶稣说道理 这个部分是别人躲不走的 她听到了 这个道理进入她的心里面 就属于她的 真的是借有价值 主耶稣她面对这个玛利亚的抱怨 她处理得非常完美 她处理得非常完美 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属灵的价值 我们要求主 使给我们这样的智慧 能够看到什么叫做永存的 世界上有很多东西 有没有都无所谓的 过去没有手机的时候 大家也是活得好好的 但是你现在觉得说 我没有手机 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没有 不会怎样 我现在出门 我没有手机 我不会没办法联络 但是三十年前 你没手机 你出门 还不是一样这样过 是比较不方便 但是其实不会怎样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属灵的 今天如果没有主耶稣的道理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得永生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要搞清楚 让我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一起来祷告 祈求被圣灵充满 求神赐给我们属灵智慧 能够看的 那最重要的是 要接受按手祷告的 到前面来一起祷告 我们说能够看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